第三章 花岗石宫 林肯岛的5月相当于北半球的11月 一连几天都是阴沉沉的 他们要准备过冬了 这座海岛孤零零地处在大洋中 经常变天 往往会发生严重的灾害 因此 必须寻找一个比石窟更加舒适的住所了 他们经过一番讨论 认为靠淡水居住才好 现在住的地方刚好在慈悲河与格兰特湖之间 条件非常合适 如果在这一带能再找到一处天然的居所 就可以省掉很多工作 也很安全 因为天然的居所既能防御岛上的野兽 又能防御外来的海盗 可是 附近的花岗石壁他们都找遍了 一个洞穴都没有 而且 峭壁光滑而陡峭 即便是用炸药 也很难开出一个能助人的山洞来 史密斯想到了格兰特湖 红河有那么多水流进湖里 过多的湖水当然应该有个出口才能泄出 而且会形成一个瀑布 在这个出口附近或许可以找到理想的居所 于是 工程师向伙伴们建议 先到湖的东岸和北岸勘察一下 大家都一致同意 他们很快来到洪河注入格兰特湖的河口 太阳透过树木照在美丽的湖面上 波光淋漓 湖里的水很深 到处都是鱿鱼 他们沿着湖岸从北往东前进 一直到湖的东南角 勘察了老半天 也没有找到湖水的出口 他们感到非常诧异 这个出口肯定存在 史密斯说 既然这里看不见 那么湖水一定是从西部的花岗岩石壁里流走的 那边的峭壁很可能有岩洞 只要把洞里的水排出去就可以助人了 这时 跟在主人身边的托普忽然停了下来 看着湖面 举起一只爪子 好像看见了什么怪物似的狂吠几声 它显得非常不安 突然往岸边冲去 跳进湖里去了 大家骑往岸边冲去 托普已经游出二十英尺了 水里突然钻出一个大脑袋来 赫波特一眼就看出 这是一只两栖动物 它喊道 海牛 其实 这只是海牛的一种 叫如根 它鼻孔朝上涨 如根向托普扑过来 抓住托普消失在水下了 这时候 水下展开了一场可怕的交战 水面上白浪翻腾 看来 托普非死在这里不可了 然而 托普突然又从水下钻了出来 不知是什么力量 一下子把它抛出水面十英尺 然后 又掉进了动荡的湖水里 不久 托普就游回了岸上 奇怪的是 它身上居然没有受伤就脱险了 更令人惊异的是 水底的搏斗似乎还没有结束 看来 如根是遇到了别的猛兽的进攻 因此才放下托普进行自卫 湖水很快被鲜血染红了 如根慢慢地从湖水中浮了上来 飘到了湖边的沙滩上 它已经死了 它体型巨大 有十五六英尺 至少有三四千磅重 它的颈部有一处伤口 好像是用尖刀割开的 究竟是什么动物把凶猛的如根咬死了呢 谁也回答不上来 史密斯和同伴们怀着莫大的疑惑 回时哭去了 第二天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 出发到河的上游 打算再捡一些木柴 纳布在家里准备早饭 史密斯和史佩莱则爬上了眺望港 工程师和记者很快来到如根搁浅的沙滩 他们很想知道 昨天水底战斗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怪兽咬死了如根 两个人在湖边站了很久 看着湖水 可是水里好像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史佩莱说 如根所受的伤很奇怪 托普是怎么被扔到水面上的呢 是的 工程师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也不明白 还有一件怪事 史佩莱 我是怎么得救的呢 是什么把我从海里托出来 带我到沙丘上去的 不过 这个秘密将来会明白的 让我们把话藏在心里 继续工作吧 他们沿着湖岸 继续寻找湖水的出口 突然 史密斯发现了一股急流 于是 他们跟着水流 到达了湖的南端 他把耳朵贴近湖面 静静地倾听 他清晰地听到了地下瀑布的响声 工程师仔细观察 发现 在水下一英尺的地方 有一个大窟窿 原来 这就是他们一直要找的排水口 毫无疑问 史密斯说 出口就在这里 我要把它打开 你打算怎么打开出口 湖面要低一些才行 史密斯说 是的 我们可以在海滨附近 用炸药炸开一个更大的出口 让湖水从那里流走 湖面就会降低 这儿的洞口也就露出来了 而且这样 还能在海滨造一个人工瀑布 史密斯说 史密斯催着记者一起回到了石窟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正从木筏上掀木柴 工程师看看大家都在 就宣布了他视察的结果 根据工程师的看法 在眺望港下面肯定有一个岩洞 湖水从那里流过 为了能到岩洞里 必须再开一个出口 使湖面降低 现在要做的就是制造一种炸药 在海岸的其他部位 炸开一条深沟 大家一致拥护这个计划 马上分头行动 纳布和潘克洛夫被派去 取如根身上的脂肪 史密斯·赫伯特和史佩莱 带着筐子往煤层去了 到那里挖黄铁矿石 他们花了一整天 把矿石运回石窟 傍晚的时候 矿石就有好几吨了 5月8日 工程师开始工作了 黄铁矿石中有大量的硫化铁 必须把它分离出来 变成硫酸盐 然后提炼出硫酸 硫酸的用处很大 史密斯在石窟后面 找了一块十分平坦的地方 他在地面铺上木柴 上面堆了几块黄铁矿石 互相架起来 然后点燃了木柴 黄铁矿石里含有碳和硫磺 很快就燃烧起来 他们又添了几层碎矿石 堆成一大堆 硫化铁变成硫酸铁的过程 至少需要10天到12天 他们安排妥当 就不再照料了 纳布和潘库洛夫 已经把乳根身上的脂肪 全部取下来 装在陶土罐子里了 工程师想从脂肪里提取干油 这就需要有小苏打 用它分解脂肪 可以形成肥皂 干油也就分离出来了 那么 怎么弄到小苏打呢 这也不难 岸边有很多麻尾枣科植物 他们收集了很多这种植物 先把它们晒干 然后再烧上几天 结果得到许多灰色的粉末 这粉末就是天然小苏打 工程师把它和脂肪化合 结果既得到了肥皂 又有了甘油 史密斯还需要一样东西 那就是硝酸 恰巧 赫伯特在富兰克林山脚 发现了一个硝烟矿脉 他们又从中提炼出了消食 过了几天 工程师从黄铁矿的灰烬里 过滤出了硫酸铁的结晶 他们把结晶放在淘土罐里 点起炉火 结晶就蒸发为水汽 冷却后就变成了硫酸 再把硫酸和销石化合 就蒸留出了销酸 工程师用一只水槽 把少量的销酸和干油混合在一起 不久 就得到极品托的黄色油液 他把油液装在一只瓶子里 得意洋洋的对他的同伴们说 这就是消化干油 威力无比的炸药 我们就用这瓶油去炸石头吗 潘克洛夫怀疑的问 是的 工程师说 消化干油能量巨大 花岗岩非常坚硬 爆炸起来就更加厉害了 明天我们就挖坑埋炸药 5月21日天刚亮的时候 工兵们就来到了格兰特湖 东岸一块高地 这里离海边只有500英尺 只要炸开一个缺口 湖水就会冲出来 一直冲到海滩 这样湖面就会大大的降低 潘克洛夫用小锄头 在地面上凿了个坑 大家忙碌了半天 才把炸药坑挖好 可是怎样点炸药呢 必须有一股冲力 才能引发爆炸 点火只能使它燃烧 而不能爆炸 史密斯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在炸药坑上面 用一根绳子 掉了一块大铁块 又用另一根绳子 沾上硫磺 一端和第一根绳子 系在一起 另一端放在离炸药几英时的地方 准备妥当后 工程师在坑里灌满了消化甘油 点着了占有硫磺的绳子 然后和伙伴们一起跑回了石窟 25分钟以后 只听见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整个海岛好像都在摇晃 石块像火山爆发式的冲天飞起 石窟的盐块也跟着颤动起来 他们从石窟出来 向湖岸奔去 他们欢呼起来 只见花岗岩石壁上开了一个大裂口 湖水翻腾而出 穿过高地 从300英尺高的地方直卸下去 消化甘油威力极大 湖水顺着新出口涌出 流量是原来的几倍 他们回到了石窟里 取了锄头和镖枪 还有绳子 火石等 然后向眺望港走去 托普也跟着他们出来了 格兰特湖的旧出口已经没有了湖水 漏出了洞口 这个洞口宽约20英尺 但是高度却几乎还不到2英尺 纳布和潘克洛夫轮起出头 很快把洞口凿打 可以走人了 洞口一带的坡道并不动 可以一直向里面走 里面可能有巨大的石洞 史密斯叫纳布砍了一些带树枝的枯树枝来 做成火把 居民们点着火把 又用一根绳索把大家连成一对 史密斯就带头进入了漆黑的涌道 他们越往前走 涌道的直径也就越大 走了一会儿功夫 他们能够站直身子 石壁是黑色的花岗石 石纹非常细致 他们沿着曲折的道路 走了大约100英尺 史密斯和伙伴们 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山洞 里面空气很新鲜 藏身很安全 可是光线太暗不能助人 这时 纳布发现托普不见了 史密斯认为他可能在前面 于是叫大家继续往下走 又走了50英尺左右 忽然 听见山洞深处传来一种声音 是托普在叫 赫波特喊道 是的 潘克洛夫说 我们勇敢的狗似乎很愤怒 我们赶快过去看看 几分钟后 他们又往下走了16英尺 在庸道的尽头找到了托普 这是一个宽敞的大石洞 托普一面乱跑 一面狂吠 潘克洛夫和纳布手里举着火把 到处都搜查遍了 没有发现里面有异样 然而 托普还是在叫 他跑到石洞的尽头 在那里叫得更加起劲 他们走上前 用火把一照 看见花岗石地面上 有一口直上直下的井 湖水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 他们将火把移进井口 可什么也看不见 史密斯点着了一根树枝 扔进井里 扑的一声 火灭了 说明树枝落进了水里 那里连着海 工程师根据树枝坠落的时间 算出井的深度在90英尺左右 也就是说 这里地面的海拔在90英尺左右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史密斯说 这个石洞很大 将来可以用砖头 把它割成许多房间 但是 现在洞窟里不见阳光 进出也不方便 因此 还要把面向大海的岩壁凿穿 凿出门和窗 再在外面安装一个梯子 史密斯指挥水手 在一处凹陷的石壁上凿洞 潘克洛夫、纳布、石佩莱 轮流挥舞锄头 向花岗石进攻 碎石蹦的到处都是 两个钟头以后 他们凿穿了岩石 史密斯把眼睛凑到开口处 这里离地面大约80英尺 前面就是海岸和小岛 远处是辽阔的海洋 阳光透过缺口 照亮了这个壮丽的石洞 石洞又宽又高大 顶部有许多花岗石柱支撑着 真是大自然创造的奇迹 人人都散不绝口 史密斯大声说 朋友们 等我们开了窗户 就把左边当作房间和仓库 另一边的石洞 要留着研究室和博物馆 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柯博特问道 花岗石宫 史密斯说 这个名字又让伙伴们欢呼起来 火榜快烧完了 他们决定第二天再整理新疆 然后就沿着永道 回到高地上去 第二天 5月22日 他们开始布置新居了 他们来到沙滩上 从外面找到花岗石宫的正面方向 看到了昨天凿开的洞口 工程师主张 把石洞的右面分成几间 前面留一条过道 再在岩壁上开五扇窗子和一扇门 用来透光 潘克洛夫不明白门的用途 他觉得从天然的永道出来进去 已经很方便了 史密斯解释说 如果我们能够从永道里走进住宅 那么其他人进出也会很方便 我的意思是 最好要把原来的永道堵死 在外面做一个绳梯 只要一吊起来 水也进不了我们的住宅 因为太平洋的某些地方非常危险 我们必须以防外衣 于是大家都同意在花岗石宫的正面 开五扇窗户和一道门 工程师还打算 在窗框做好前 先安上厚实的百叶窗 保护窗洞免受风吹雨打 必要的时候 还能把窗子隐藏起来 他们用剩余的消化干油 在石壁上炸开一个洞 然后大家用锄头和铲子 把门窗凿出形状 磨平边缘 几天之后 早上的阳光就能照进花岗石宫了 然后他们又把石洞 分成面向大海的五个房间 在最右边凿开一道门 门外安上软梯 接着是一间30英尺长的厨房 40英尺长的饭厅和同样大小的卧室 还有一间会客室 最左边就是大厅了 他们还打算开辟一条走廊和一间仓库 所有的工具和食物都可以储藏在仓库里 此外 大石洞上面还有一个小石洞 就好像是新居的阁楼 接下来 他们开始制造结实的梯绳 踢绳是用一种爬藤的纤维做成的 横挡用的是红杉的树枝 这些都是踢绳专家潘克洛夫的功劳 他们又用绳子在门上拴了一个路路 这是相当于一架起重机的工具 这样就能轻松地把砖头运到花岗石宫上去了 不久 石洞就按照计划隔成了房间和仓库 工程师总是以身作则 为伙伴们树立良好的榜样 潘克洛夫老爱说笑话 充满了自信 赫伯特表现得非常突出 他既聪明又能干 纳布还是那样勇敢 忠诚 史佩莱干得也非常熟练 他不仅会分析问题 还能动手解决问题 软梯终于在5月28日安装好了 梯子有80英尺高 至少有100个脚踏 他们很快就习惯使用软梯上下 而且经过潘克洛夫热心的训练 连托普最后也能勉强攀爬了 他们在劳动期间并没有忘记吃饭问题 赫伯特在湖的西南 发现了一片天然的养兔场 在那里生活着上千只野兔 他经常去捉几只兔子 带回花岗施工 这样晚餐就多了一道美味 5月31日 隔间的工程完成了 他们又用大块的岩石 把原来的入口堵住 另外 工程师带领大家 在地面上凿了一道小沟 把远处的淡水引进了石工 使佩莱在窗子周围的岩石上 种了各种各样的植物 好像镶了一个绿色的画框 勇敢的他们对新居感到非常满意 潘克洛夫把住宅 细成为五层楼上的公寓 林肯岛的6月份 相当于北半球的12月份 已经是冬季了 整天都是狂风暴雨 在这个月 他们没有出去打猎 也没有钓鱼 因为仓库室里已经储备了充足的食物 潘克洛夫用爬藤做了几个不吐的圈套 从此 大家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兔肉了 现在白天已经很短了 夜晚很长 他们需要考虑照明的问题 工程师提议 第二天就去打海豹 用他的脂肪制造蜡烛 第二天6月5日 他们一起到了小岛 那里海豹很多 猎人们用标枪刺死了6只 纳布和潘克洛夫把他们剥了皮 把皮和脂肪带回花岗施工 他们得到了大约300磅脂肪 全部用来制造蜡烛 史密斯把硫酸和脂肪一起加热 分离出甘油 然后加入开水 分离出油脂 人造奶油和硬脂 再用石灰简化脂肪 得到了一种石灰质的肥皂 这种肥皂被硫酸分解后 油力出脂酸来 经过几道工序 终于提炼出制造蜡烛的原料 珍珠酸和硬脂酸 他们用植物纤维做成竹心 把它放到辣油里 再用手捏 油脂蜡烛就做成了 在花岗施工的漫漫长夜里 这些蜡烛将负责为他们驱散黑暗 这一个月 他们又制作出一把剪刀 用来理发 又做了一把小锯子 用它做了许多桌子 凳子 板柜 床架 他们还在眺望港和海滩上 架了两座桥 纳布和潘克洛夫 发现了蛤蜊厂 从那里运来了几千只蛤蜊 把它们养在慈悲河口 那里形成了一片新的蛤蜊厂 于是 他们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蛤蜊 此外 他们还发明了一种 用发酵的树根泡制的饮料 薄荷茶 又从矿物中提炼了大量的盐 可是 遗憾的是没有面包 有一天 赫伯特在补砍尖时 无意中在家层里发现了一粒小麦 史密斯把麦粒接过来 仔细一看 发现它是完整的 便高兴地对大家说 我们可以种小麦了 6月20日 他们决定把麦粒种到地下 这天是个晴天 他们爬上了花岗石宫的顶部 在那里选了一处被风向阳的地方 他们打扫了地面 除去砸草 消灭了昆虫 做成一块土质优良的苗旗 再撒上一层石灰 四周围上栏杆 将麦粒种进了滋润的土壤里 从此 潘克洛夫每天都要到他那块麦田去 要是有什么昆虫出现 潘克洛夫就毫不客气地将它们消灭 将近6月底 下了几天阴雨后 天气明显变冷了 斯贝河口开始结冻 不久 整个格兰特湖面也要结冰了 他们需要不断补充燃料 潘克洛夫在河水还没有风洞的时候 用木筏运回了大量的木柴 此外 他们又从富兰克林山的枝脉下 运了几车煤回来 在天冷的时候 能产生高温的煤炭大受欢迎 7月4日 温度降到了零下13摄氏度 大家在饭厅里又起了一个火炉 花岗石宫里用的水是从格兰特湖引进来的 现在虽然天寒地冻 但地下输送湖水的水道 却始终保持畅通 这些日子 天气非常干燥 他们决定穿足衣服 到慈悲河与爪脚之间去探险 他们觉得在那里非常适合打猎 7月5日早上 天刚破晓 史密斯 史佩莱 赫伯特 纳布和潘格洛夫 就拿着镖枪 补兽器 弓箭 戴上干粮 出发了 托普跑在前面领路 他们踏上慈悲河的右岸 进入松柏林 走了不到半英里 托普就惊动了一窝动物 这是一群狐狸 个子非常大 跑得极快 一会儿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赫伯特告诉大家 这种动物叫白虎 往往在北极附近才能看得到 他们一直走到连河湾附近 这里海面平静 没有浅滩 连一块礁石也没有 由此可以断定 沿岸海水很深 他们停下来吃早饭 用木柴生了一堆火 纳布烤了几块冻肉 又沁了几杯薄荷茶 他们一面吃 一面瞧着四周 林坑岛的这部分非常贫瘠 和西部的反差很大 我当初要是掉到这里 可能就上不了岸了 工程师说 这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万丈深渊 林坑岛西部物产丰富 北边和东南地区 却像在北冰洋一样 史佩莱说 这么小的海盗 地形却这样复杂 这种地形通常只有在大陆上 才会有 真是奇怪 你说的有道理 史佩莱 史密斯说 我觉得林坑岛 浓缩了大陆的全部面貌 要说它以前是大陆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什么 太平洋中间的大陆 潘格洛夫惊叫道 这并不奇怪 史密斯回答 所有大洋里的岛屿 都可能是一个大陆的高级 很久以前在水面上 而现在沉入水里了 林坑岛 林坑岛会不会原本就是大陆的一部分呢 潘格洛夫问道 很有可能 史密斯说 岛上各种物产都有 动物的种类也非常多 林坑岛过去可能是某个大陆的一部分 后来 这块大陆沉到太平洋底下去了 那么 将来有一天 潘格洛夫好像并不完全相信 这部分大陆剩余部分也会沉下去 那时 美洲和亚洲之间 就什么陆地也没有了 不 史密斯说 将来还会有新大陆的 大洋里有成千上万的珊瑚虫 它们在不断兴建珊瑚岛 经过无数珊瑚虫的积累 太平洋最终会变成一片大陆的 那需要很长时间 潘格洛夫说 大自然有的是时间 工程师说 而且 这些大陆将来会非常有用 科学家们一般都认为 地球将来是会毁灭的 因为我们的地球总有一天会冷却 人类和其他动物将来会大批地向赤道地带迁移 等到赤道地去太挤 人类可能就会到珊瑚岛大陆居住 原有的陆地慢慢地会被海洋淹没 当然 这些新大陆最终也会变得不能居住 也许那时候 整个地球都安息了 等条件好转了 再复活过来 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的秘密 朋友们 我们谈得太远了 话谈到这里 早饭也吃完了 他们继续前进 到了沼泽的边缘 这片沼泽的面积大约有20平方英里 一直延伸到海岛东南端海岸 沼泽地的水分应该是从土里渗出来的 水塘里长着一些水草 野鸭 小符 玉 都成群的棋居在里面 立马马地聚在一起 猎人们用弓箭射下来一大鸭子 这些鸭子长着白色羽毛 黄褐色的花纹 头是绿的 赫伯特叫他们老福 猎人们就把这片沼泽地叫老福沼地 傍晚时分 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穿过老福沼地 渡过慈悲河上的冰桥 回到了花岗石宫 8月初 温度没有再下降 但是一刮起风来 可怜的他们还是不敢轻易外出 为了能够捕捕捕大点的动物 赫伯特 潘克洛夫和史佩莱 在跳望港和森林边缘布置了陷阱 陷阱做得非常简单 在地上挖个坑 坑底放一些石耳 洞口盖上树枝和野草 石耳的香味会把野兽吸引到陷阱里 刚开始的几天 陷阱里连续三次捉到了白狐 因为白狐不能吃 潘克洛夫就把它做幼儿 吸引更大的动物 8月份的第二个星期 猎人们终于从陷阱里 捉到了一只小野猪 8月15日刮起了西北风 一连下了几天大雪 空气里的水汽不久变成了雪 整个海岛像是披了白矮的银甲 外面风雪怒嚎 史密斯和伙伴们只好躲在家里 这时候 花岗石宫里的他们 多么感谢上仓 为他们安排了这个铁桶般的住所 足不出户的日子里 他们并没有闲着 他们把仓库里的木材 锯成木板 做成各种家具 不久 木工们又学会了编篮子 纳布还挑选了几个篮子 专门存放快径和南欧松子 过了两天 温度上升 积雪不久就融化了 居民们照常补充了各种生活必需品 菜类有南欧松子 快径和丰树的糖浆 肉类有兔子 刺鼠和袋鼠 潘克洛夫和纳布还推着大车 到远处的煤层 用回好几吨燃料 25日左右 天气突然变得极度寒冷 一直到9月中旬 最不愿在房间里困手的 除了潘克洛夫就是托普了 这只忠实的狗 在花岗施工的各个房间里来回乱跑 每当他走进仓库后边的黑井时 都要奇怪地咆哮 显得既愤怒又不安 里面究竟是什么 使机灵的托普这么注意呢 工程师百思不解 不久 延东终于结束了 大地回春 冰雪融化了 海滨 高地 河岸和森林又能通行了 花岗施工里的他们都感到很高兴 10月24日 潘克洛夫又去探望他的陷阱 在一个陷阱里 他意外地发现了三只动物 一只母野猪和两只小崽子 潘克洛夫回到花岗施工 向大家炫耀了一番 我很高兴 记者说 你要请我吃什么呢 烤乳猪 潘克洛夫说 这两只小猪还不过三个月 和安春一样嫩 来吧 纳布 我要亲自看你烤 于是水手和纳布去了厨房 他们很投入地烹饪起来 五点钟的时候 他们开始吃了 先是喝袋鼠汤 接着就是烤乳猪了 潘克洛夫给每个人分了一大块 烤乳猪味道的确不错 潘克洛夫正吃得杂杂有声 突然喊叫了一声 哎呀 把我的一颗牙给崩了 什么 你的烤乳猪里有石子吗 史佩莱问 也许吧 潘克洛夫一面说 一面从嘴里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这是用一颗牙齿的代价换来的 那不是石子 而是一颗鲜蛋 那是一颗牙齿的代价格 也许吧